共同紀念諾曼蒂登陸八十周年 美國總統拜登造訪法國 乍看心情不錯 給盟友相挺 但拜登恐怕 盲刺在背 普丁面對媒體大動肝火 全是因為烏克蘭近期使用西方武器 攻擊俄羅斯境內基地 並成功打中俄羅斯S-300飛彈系統 讓普丁器的警告西方國家必定以牙還牙 偏偏在諾曼蒂周年期間 傳出烏克蘭總統澤蘭斯基 將會造訪法國和拜登私下會談 甚至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 還已經首度把美國稱之為敵人 如果其他國家也把這種區域防空武器 以裝備向烏克蘭提供 那麼最後在烏克蘭境內 這裏俄羅斯空前部隊打擊行動 將會多出一種手段 早在一年前 希臘就曾經計劃 向烏克蘭提供S-300防空系統 即被視為是以惡制惡的侮辱 時隔一年S-300又直接被炸 抢完美國改槍日本 普丁記者會上炮聲隆隆 可以見得到底有多氣 但相較之下普丁丟出誘因 稱讚韓國沒有找麻煩 同時還稱做好準備恢復 韓俄關係 俄武之戰普丁在纏鬥間 顯然對於他國際陸戰爭 已經快失去耐心 三立新衛隊報導